期待他早日康復返回我們的工作團隊 雖然現在我們還在釐清造勢責任 但是我們會我們在這裡 嚴厲的譴責造勢駕駛的危險駕車行為 不論他今天撞上的是誰 都會造成另一個家庭的破碎 這個危險駕駛的行為 我們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來依規定舉發以外 我們也會以公共危險 還有過失致死的罪嫌 來向造勢的駕駛移送法辦 讓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以上跟大家報告 根據這一點 根據我今天從到現場 我們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證據 來證明他獨家 但是我們會窮盡一切的方法 來釐清他到底的造勢的原因是什麼 來還給我們同仁一個公道 想問你選職員警平常的表現 還有跟同仁的相似狀況 據所有攀署的同仁還有我們分局的幹部在講 其實他平日上班非常的盡責 也很準時 跟同仁的相處也很和睦 所以其實我們事情發生非常的不捨 他昨天 他12號的勤務是晚上6點起班 到今天早上的4點 他的勤務狀況是這樣 那昨天他剛好是在巡邏的勤務 陰公死亡或者是陰公殉職 他的認定的標準 不是我們警察機關可以決定 但是我們一定會基於協助同仁的立場 用最符合同仁對同仁最有利的狀況 讓我們來做承報 來為同仁爭取最大的福利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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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待會可以各位一架一下 我們待會我們會send 就是整個位朋友說 我們會把我們照片 會把照式駕駛 帶過來這邊讓大家拍攝